好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我們後續還要做的一些功能 那我們除了這個 圖片旋轉之外我們要產生我們所謂的這個縮圖 那就是有這個資料夾裡面很多圖那他 會產生縮圖讓你去看 看哪一張是你要的再點開來看所以那個縮圖的產生我們要怎麼去做 那我們來看一下 要產生縮圖所以我們就要再多一個操作 除了2之外還有個3 好那3呢我們他的韓式名字要取做什麼呢 好那我們要產生縮圖說我們用Generator 一個Sambler 好所以呢我們就是 就是 一樣我們Code一個來來改比較快其他 固定的地方我們就不用再去動他 比較加快速度 好那我們記得要把韓式名字改一下改成這個 Generator Sambler 好一樣他有新名字進來之後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就要開始產生了這個就比較簡單一點 那我們這個image呢 然後顯示一下他的原本的大小 然後呢接下來 你就要做什麼事情讓使用者去輸入你想要 產生的縮圖的大小 那縮圖的大小你要把他縮多小呢我們可以用這樣子 比如說我們這個 新的 with 跟什麼 新的 hi 他的值來自使用者輸入 但是呢要把他轉換成 從自算轉換成整數 手用map 括號 int 對不對 然後呢是input 括號 然後我們輸入兩個數字然後再把它做切割 Split 好那這裡面呢有提示訊息 我們來加一下提示訊息 好加入提示訊息之後呢你就可以看到了使用者可以輸入縮圖的尺寸 那他會輸入尺寸 然後就丟到with跟hi裡面 好那有了這兩個參數之後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事情我們就開始針對影像來去做縮圖的產生 所以就im. 這個img. 1點 好一樣是sunder Sumbornier 然後呢 處理完之後 但是呢你要告訴他 你到底要輸多小所以我們剛剛的newwith 跟什麼newhi 是不是就要告訴他 好那你給他這兩個 參數之後他就會按照你的需求去產生一個 好把這個 img. 生成一個縮圖 好那生成一個縮圖之後接下來做什麼 你是不是要把它儲存起來 雖然我們就會去取得他的什麼 剛剛的產生他的新檔名 新檔名 那新的檔名呢在這邊我們把他取名叫做summonier summonier thumv summonier 好然後呢我們是把誰儲存起來因為剛剛我們沒有給他新的名字所以我們直接把img.save 就儲存起來 好 那這個檔名就是剛剛所建立的 然後儲存起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說 summonier image summonier summonier 到哪裡去了這樣子 好那我們再來測試一下 那這邊是輸入 3 產生縮圖 那就是我們縮圖會變成這個200 然後150 這樣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summonier 這個 縮小之後就這麼小 小小的一個這樣子 那你也可以 那你也可以透過這個檔案總管來看啊剩下7K而已所以你可以知道說他的 他的圖就是 200乘上150這樣子 OK 好那我們剛剛的 這個程式小工具集已經做到哪裡了 已經做到這個 呃 產生縮圖 那最後一個呢是他用濾鏡 那他用濾鏡的部分呢因為濾鏡的效果很多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那有哪一些效果可以去呈現他 好那我們為了要有 這個選項 所以一樣的我們要 這邊不是用衣服啦 這個 除了第一個之外我們接下來都是 A20衣服 ELIF 這樣才不會 每一個都判斷到這樣子 A20衣服 再來是第四個選項 我們先把第五個打上去 0那個 因為0是代表成 就是 不要執行 等下補 這個流那個0是有意義的 因為我打算用一個 我快要回去讓他無窮的去跑 所以我做完一個之後我可以做其他的操作 不會每次都要重新執行 這是我的 等一下要做的事情 好我們先把第四項先搞定 第四個呢我們是要去 靠用濾鏡 所以我把它取名叫做Apply Apply filter 這樣子 好所以我把他名字改成Apply filter 好那我們要建立一個這樣的函式 OK 好那我們一樣 一個來改 好那這個名字記得要改一下 叫做Apply filter 套用這個 濾鏡 那一樣他有名字 然後呢進來 這個部分呢就是把他做什麼 我做這個讀檔 讀進來然後接下來我們要有個提示訊息 提示訊息告訴 使用者你還有很多功能可以選 那有哪一些濾鏡呢 來看一下 好那我就把 提供出來的濾鏡功能呢一次的 在這邊填上去 好那濾鏡選項有這些第一個呢是模糊化 不樂 再來是去找出影像裡面 的輪廓 物件的輪廓 所以用contour 再來呢是影像裡面的一些 小細節的地方 比如說頭髮的髮絲 數月的葉片 邊緣 這些呢 做增強叫detail 再來是邊緣增強 這是 物件跟物件 物件的邊緣 他的這個訊號 變得比較 粗一點清晰一點 那他除了增強之外還可以再加強 所以他有個Edge Enhanced Mode 所以他除了這個 之外呢還可以 有再度加強的一個效果 所以叫深度邊緣增強 另外一個呢效果是 Inboss Inboss的部分是浮雕效果 就是像過去各位看到有那種雕刻的概念 浮雕的一個效果可以 來使用 再來就是邊緣訊息 那個在做影像切割的時候 影像的物件切割 經常會需要 使用到Edge Detection 偵測 影像的邊緣在哪裡 所以他有一個叫做Find Edges 他可以去尋找邊緣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一下他的效果 再來就是說 我們要把影像的做平滑處理 是可以套用Smooth 那你可以Smooth的多一點就是Smooth 然後再來一個叫做瑞麗化 瑞麗化呢他其實作用是把 影像 物件的邊緣 本來是暗的 變得更暗 然後亮的呢就變得更亮 因為 亮的變更亮 暗的變得更暗 那就可以把 這個物件呢特別的 凸顯出來 那個瑞麗效果就會很明顯 所以這就是瑞麗效果 這叫Sharpen 好那讓使用者去選擇有 1到A 總共10種 好那我們要怎麼樣來做這件事情呢 所以我們 來看一下 這些指令呢其實都不難 都不難 所以我們就是把它 一一的介紹過 那 各位呢有空的時候呢 可以去 這個自己寫一個 這樣子一個小工具 來練習一下 這樣子的一個 指令 好那如果你是1的話 你是1的話 那我們就是拿什麼 比較快 好 這出現了問題 他告訴你什麼 你沒有 Image filter 所以我們要去 Import他 所以呢 我們除了Import Image Image filter Image之外 我們還要 import 什麼 Import Image filter OK 好啦有了他之後你才會有那些 套件可以用 OK 第一個 其實就很簡單的就是把 Image filter 在這邊 IM 那張影像 做什麼 Filter 他用濾鏡 那哪一張 哪一個濾鏡呢 就是 Image filter 裡面的blur 可以對應 可以對應一下 模糊化就是blur 然後呢 Conture 直接用Conture 點Conture 那就可以得到什麼 這個輪廓 那一樣我產生不同的圖的時候我希望能夠標示一下這張圖到底是套用哪一個濾鏡 所以我就多了一個String 這個 物件在 這個字串在這裡 那所以我的 OP 在次功能列表裡面我就是這樣一路下來 到9 然後我們剛才有提過這些東西 Smooth 還有浮雕 尋找Edge這些 那找完之後 你選擇完 那你就 操作完了 操作完之後接下來我們就是要做存檔的動作 所以我們就到 尋找建立新的 圖檔的檔名 好這是新的圖檔 我剛剛 這邊多了一行 這堂是不必要的 剛剛都忘了3號 好那這個濾鏡的部分呢 我們 知道這個據點在哪裡 然後我們就去尋找他 然後重新給他一個 那這邊我們剛剛講過 因為我們是要做什麼 我們是要標示一下我到底他用哪個濾鏡 所以不同的濾鏡呢 用到的東西也不一樣 OK 好那我們存檔的時候我們是用NewImage 這個 物件呢 好來存檔 所以NewImage.save 針對這個檔名去做 OK 好那這邊呢我們提示訊息就顯示 顯示說Filter的Image 已經被存檔到哪裡去了 那這邊就會提示他 所以各位看到 其實這個小工具呢 其實還蠻簡單的 因為他都是同一個指令 只是裡面套用的參數不一樣而已 那你只要知道這些參數的名字 其實就可以 一樣化 去做出 這樣效果還不錯的 那我們來測試一下 假設 我們 進行第四個套用濾鏡的部分 然後呢我們想要 來看一下浮調 處理完之後呢 他告訴你他存在 Image 1760 Inboss 的這個 1760 Inboss 在哪裡 這裡 這個 就是浮雕的圖 看到嗎 這就是浮雕的圖 因為圖本來就很大 做完之後 你要把它放大看 才會比較 比較清楚 如果你的圖很小 其實就會還蠻明顯的 好啦我們再試試看 看有沒有什麼樣的其他功能 比如說 這個套用濾鏡 然後是哪一個 比如說 瑞麗化 瑞麗化 跑完之後他有一個叫 Sharpen 的檔案出現 這個 這是 這是 Sharpen的圖 那我們來看一下圓圖 我們用 切割畫面 這是圓圖 然後這個呢 假設我們在這邊 選擇 Sharpen 都可以看得出來差別嗎 我們把這邊放大 然後一樣也放到這邊 哥哥看得出來嗎 他這個線啊 左邊是比較清楚明確 右邊呢就比較什麼 糊一點 有看出來嗎 或者是你看這個 聖誕老人 的部分 他就會比較糊一點 那這個呢就比較清晰一點 有沒有 這個字 這個字 所以呢 他的 瑞麗化呢 的確可以把一些線條 做得比較清楚一點 瑞麗化呢 也經常被用來做這個 比如說車牌辨識 有時候車速比較快 或者是下雨天 或者是 拍起來的 這個車牌不是那麼清楚 那你可以用 瑞麗化的方式 把這個圖做得比較 清楚一點 那在車牌辨識上面 效果通常還是不錯的 好那我們再試一個就好了 我們再試一個 這個 比如說 平滑 8 好那8的部分呢 有個smoose的圖 看起來 效果沒有很明顯 沒有沒有smoose 我們會不會用錯 看一下 smoose 9 smoose 我們用smoose 我們來試一下smoosemore 9 我們先選4 再選9 好smoosemore 這張圖本來就是 解析度很高 所以模糊化的效果 比較 有啦 其實他這邊 有一點糊糊的 應該要看這些 花草比較明顯 我們來比對一下 我們拿圓圖來 然後看花草 好 那各位就可以看出來 他其實就是比較 左邊稍微糊一點 這個人 這樣子 有沒有 這個就比較模糊了 這個比較模糊 各位可以看這一塊 這一塊 他明顯 比右邊要模糊一些 所以這是模糊化 當然這個模糊效果之所以 沒辦法 很明顯 是因為這張圖的解析度超級高的 各位可以看到 原本是4000多 乘上3000多 是很大很大的一張圖 所以在做模糊化的時候 你這樣遠遠的看他 好像沒什麼差異 事實上他是有一些效果在的 好那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現在這個功能 在做的時候 希望能 能夠一直跑 一直跑的意思就是 我要用個壞圍圈 然後 就是無窮圍圈 讓他一直跑 就是我不會只執行一個功能之後我就要重新再來一次 這樣太麻煩了 所以呢我們就再多一個 當你選擇0的時候 然後 op 等於等於什麼 如果你是選擇0代表你不玩了 我這時候你就可以 什麼 break 他就會跳出壞圍圈就結束程式的執行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張圖你可以做 第一件事情 你可以做這個 比如說 圖片旋轉 那我轉90度 做完之後他會回到主功能 讓你再做 那我可以選擇4 再做 比如說 Contour 2 做完之後我還可以繼續做 那假設你不要就是按0 就離開 這樣子 好所以呢 那離開的話 也許你可以再加一個 比較friendly 一點 比如說 Thank you 然後呢 拜拜 這樣子 那程式結束的時候他就會再做 顯示一個訊息告訴你 他跟你say goodbye 這樣子 好讓我們來看一下 Contour 剛剛我們沒看到他效果 這個 這就是他輪廓 有沒有 可以看出來影像上面的這些輪廓的樣子 就在這裡 所以這就取輪廓的一個效果 好以上呢是一些濾鏡的使用以及其他 搭配其他的這個 指定人來做一個 影像處理的小工具 那 提供給各位參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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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ck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